字幕提供 好, 歡迎來到最新一輯的《創出時機》 我是你的主持人石儷景衡 那今天很榮幸地請了我鄰余一先生 我的師傅在商場方向 他是香港市貿業學會的主席 亦都是在商場企業或不同商場地 自己有的專欄 也有寫了很多本書 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多謝大家 其實今天很高興 Kelvin請我來 可能我們可以從Marketing、Branding的角度去講一下 究竟如何去創業 可能很多朋友認識我 是因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我做生意而做得聰明 就是要聘請教 認識我是因為我教書教得多 周圍你都會見到 我講關於Marketing、Branding 甚至近年興起Digital Marketing Talks 其實都是一個使命 很希望幫助香港做生意的人 甚至是一些主持人 可以理解到更多市場發展的新趨勢 怎樣看香港一般人的Marketing知識 尤其中小企業的老闆 你覺得他們行不行呢 是否需要幫忙呢 以及比起大公司的距離距離是多大 或者回到我講講 香港發展Marketing的歷史 其實你會發覺三幾十年前 講Branding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大公司選擇來香港 叫Headquarters 那時其實是百花齊放 可能好像你說 港品牌管理最厲害 我的老闆家 P&G Headquarters在香港 但後來慢慢地 就移了可能去亞洲其他地方 例如新加坡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人才 開始要看一個Asia Hub 的角度 後期又再更加轉變 就是為什麼呢 開始把Headquarters 搬回去廣州 或者上海 因為為什麼呢 中國的市場開放 坦白說 在那段日子開始 講策略品牌管理 由於因為很多大的品牌來香港 教曉了香港的Marketing界 很多形形色色的角度 去做品牌管理比較厲害 其實今天如果真的講策略品牌管理 即是什麼呢 定位 到整個品牌的Architecture 怎樣去做 香港都是不錯的 雖然坦白說 我覺得有點吃老本 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進步的幅度不大 但是以前和你聊過 都是可能因為 人工的貴 很多是Ultra Competitive 很多現在的所謂的大行 他們自己不會做這個job 可能都是Pitch了之後 就找一些小艇去做 但是那些用戶 或者中小機是不會分的 他們很多時候就覺得有Noise可以的 但是知名喜行慣 你都知道 知道你和嘻嘻嘻 只是一個awareness 真的要他們取行 是差了很多報告的 這個會不會是香港現在的現狀 Marketing界的一個問題呢 或者這個也是有一個角度 因為你初頭做任何Marketing 都是最盈而下看到的一層 就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我們叫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或者可能再昇華一個層次的 就是你的Marketing Management 講4P那些 其實坦白說 以前的Marketing Landscape 就是沒有那麼比例 顧客的需求也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多Noise 對 以前一天可能有100個訊息 現在可能有300-400個訊息 客人已經麻木了 我們叫很累 對 那你反過來看 就是在那個年代 其實坦白說 出一些舊的角度 就是好像 你以前用一些普通的手機 Nokio已經很厲害了 對 贏了Marketing 但是今天因為有了互聯網 顧客需求越來越多 透明度越來越高 你看看醫生 很過癮 現在怎樣看呢 通常你去到醫生 你跟醫生說 醫生我在網上查過 我有這樣的病徵 就是這樣的病 我告訴他 然後我要吃A藥 B藥 C藥 然後就說了每一種藥的副作用 好處 甚至說價錢 醫生你還是要開這個藥給我 整個市場已經由以前 一個Seller Driven的市場 去到一個Bio Driven 那個Power一定在 Consumer那裡 所以呢 變了來說 你用以前那種Push的角度 所謂我們叫做 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如果用我們的學說了 右圈來說 就是所謂的右圈帶動 已經不太好 因為它有很多unmet needs 它根本你不知道 其實坦白說 我們很多的行業都是滯後了 以及活在以前的光景 就是將Marketing等同了廣告 其實你問我 Marketing跟品牌是掛勾的 然後下去 我們有策略 然後有管理 那4P 原來在4P裡面的Promotion 才有廣告 作為其中一個細項 沒錯 如果你直接把下面的等同了上面 就有少許短張取義 而且不夠全面 沒錯 如果說到Digital Marketing 就有點慘 其實我這樣分析的角度 China和美國走得比我們快 其實究竟原因在哪裏 美國固然是因為它有搭直谷 很多人在這裡做很多開始 很多嘗試 有這樣的創業家精神 另一個角度去說就是 它做每一個產品 例如可能是YouTube Twitter 面對全球的英語人口 你一面對英語人口 簡單一點 你的市場就夠大了 對嗎 但是香港你想想 我們那七百多萬人 大遠之地 你做完這件事 說真的 都沒有什麼 ANGEL Fund對你有興趣 或者是 人們計而搞上市 變成市場太小了 好了 那China又怎樣呢 China的生態跟我們有少許不同 如果我們香港上網 我想回到 如果我們使用無關電腦身全面 我由網民之二十幾年上網 我們還是用了敷地板來上網 所以我們自動上網 所以現在是手機 但是China的 owes有少許不同 因為在 During útil Syna第一趨上網 你會發覺 生態是怎麽樣呢 它從網 rim 一些人拿你們拿不到 買一個電腦 surveys 那麼它從網 rim 這筆還沒有搜索了 但是剛剛是網 rim 他清い鑰索了 或者是沒有無為上書 但是它一跳 後期公 Lake出了蘋果手機 如果出了小米Mobile, 通话费都可以 一旦习惯用电脑, 有一批未用的电脑的人口就用Mobile 这个代表代表什么呢? 它不需要一个过渡 你看看香港就不同了, 我是用完桌面, 转到Notebook, 再用Mobile 你会发现香港的e-commerce, 其中一个板块, 很难做Mobile Commerce 其实这是一个阻碍 因为很多人还没转到Mobile 但是不是, 你今时今日, 我看Google Analytics 我经常说我的同事, 你弄到一个网站多漂亮都没用 因为最多低五成功能, 现在有一半人找你的东西在Mobile 你只顾着桌面的话, 你已经不行了 因为50个客户已经在Mobile找你, 50%以上 再过了几年, 再去六七成, 会越来越趋势 其实它会越来越多, 但它和中国的生态不同 为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由DesktopMigrate到Mobile 你发现很多人用智能手机, 都是这一两年才去用 但是中国不是的, 可能几年前已经开始用了 因为它直接跳下Mobile 那你觉得, e-commerce 是否大陆已经跑赢了香港? 即是大陆人是不是图仆 是比香港更高兴, 香港是比香港更高兴 香港怎样都说, 下街这么方便, 下街去买呢? 其实也不用说跑赢, 今天香港也没跑过 这个角度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Digital Marketing 都是流于可能买一下Search 比较一样的角度, 其实没有那个e-commerce的概念 直至什么时候, 我观察过 之前会有个online store 以前做过的那些, 以前做过的那些 我们很害怕, 那个卡会不会被人盗用 或者甚至香港太方便了 其实玩Digital Marketing, 如果真的讲e-commerce 精髓在哪里呢? 要不然的话, 你就买这些产品是exclusive的 别人拿不到购物 或者你的cost structure是漂亮得很抽筋 然后你很便宜的卖出去, 比较便宜 第二个角度就是你的种类很多 叫 variety 所以你说, 最近有些电视台, 或是开网店 其实走错了一步, 第一天应该要很全面 现在不够全面 即是它错过了窗口 第二个就是很全面 第一个就是比较便宜, 你的cost structure 比较便宜 因为比较便宜 因为你是随便宜了那些 retail 的钱 对不对? 然后回贵了给个consumer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够多种类 第三点就是够 niche 其实你发觉, 譬如日本很多网站 买一些模型, 限量版的型号都行 如果你问过e-commerce 如果不是在这三条轨迹里面去进行 或者是方便 你不是在这几条轨迹里进行 其实很难成功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香港电视那些 就两头不断 就是香港的电视台 就是某一个电视台 对对对对对 我想应该是这样说 是要先理解 究竟e-commerce是什么 你破坏了 key drivers 然后逐步逐步去做 这个客户是要你的 variety 因为是便宜, 便要价格 便要价格 去到第一天 例如我看了一个广告 我不知道要销售什么 它产品又不够多 价格又不是特别便宜 是吧 那是否方便呢 这方面我六家更方便 其实你说到最后 其实到最后创造价值 他说你的企业有什么 竞争优势都是两点而已 第一就是所谓你的 Cost Structure 很漂亮, Cost Advantage 第二就是Differentiation 如果你不是开两饭 或者两饭一起来的话 你基本上很难突围而出 但是很多人沉醉了在过往的日子 就是以为 哎呀, 为什么你的生意做不行 因为我没有钱买Marketing广告 没有钱做Billboard 没有钱做电视 没有钱做代言人 但是这些是错了 因为现在流行的trend 已经是什么呢 Zero Advertising Cost 靠什么呀 靠Prooperation 靠Share Word of Mouth 靠Word of Mouth 靠网上的Viral 在这个年代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4P我经常都问 哪个P最重要啊 有些人说 有些人批评 你做Marketing当然是 其实不是的 最重要的P其实是Product 真的 因为你的Product搞不定 今天呢 你越做得好那些Digital 就越帮你去唱死Brand 没错, 没错 这个我知道 那说回 其实香港现在也有很多 不同百发齐放的 不同的Digital Channel 无论是Social 或者是Search Remarketing Banner Display Video 那未来的趋势会是怎样呢 以及我们香港的公司 应该是怎样可以 更加投入 怎样更加掌握这些呢 其实我觉得 讲趋势 倒不如讲回你的左圈 就是你的顾客 其实他们要些什么呢 人人都说去搞 最近有Instagram 搞Instagram 或者国内的密密 他搞那些 其实是有些错的角度 你想想你的客户群玩不玩 如果你的客户群 可能是五六十岁 他都不玩Instagram 你搞Instagram 这些是要 ATV岁月流星 哈哈哈 一搞而搞就会死了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Digital呢 Digital只是一个器具 没错 其实你一定要想到 你的顾客的行为 是 继续去配合他 没错 Jeffrey 你以前都出来创过业 我见到你都搞得很成功 那是不是最近 现在又找回一间大客户 回去做 那说一下 你的里程碑 是不是觉得创业是不适合你 又是怎样呢 我想可能创业呢 就是要看个人 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创业的 我的创业一生 其实都 做生意固然 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但是我真正是希望将教育 带到更加多的人 我说的是商业教育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 最后的志向 可能我最后是以一个 Professor 的认识 或者可能我是以一个 写书的认识 whatever 总而帮助多些人 那我看回了 以前的创业 我只能帮助到几个客户 那我看到现在的training Digital training 如果我平日做的consultancy 说真的 他是找到生意 但是问题是玩一些大的project 例如玩big data 去学了更加多的东西 so that 我可以帮助到更加多的人 我就觉得崩了 在这个角度 就是不够scale 不够scale 而且你真的要很committed下去玩 那现在其实我就选择了一个做心的角度 那为什么去一个大公司 去一个大公司 其实某个程度就是 因为他有更加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有个盘 很漂亮的一起去成长和学习 甚至乎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帮公司 又创造价值去给个consumer 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又觉得有一个好处 就是怎么说呢 创业是一种精神来的 创业家精神 在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 其实是西方自己 不如不断自己的品牌 自己管理的品牌 不断要re-invent自己 而且你说每一天都是在创业 有些人问 在各个角度 如何去做创业 或者如何去守业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守业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手就 不进质退 就会想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角度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每一天都有一个创业的认识 创业不代表赚钱 有些人误解了 创业等于去上市 其实你问我们做教育都是创业的 等于几年前开始我去推Digital Marketing 那当然是辛苦了 为什么这么说 人人都跟你说你不要搞了 为什么呢 那些不是正事来的 你当然是traditional的branding 对不对 你当然是搞电视那些 搞广告写好creative 但是你的问题 如果想当天我真的这么听人说的话 现在已经没路了 我想你今天我们不会在这里出现了 就是这样的形式 变得很快一点 变得很快 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市民 我觉得创业这个市民感很重要 就是整个香港慢了下来 那说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Marketing 那我师傅陈志辉教授 又教了我这么多年 我很感恩 我很想回归这个行业 再加上现在做Marketing会主席 是责无旁派了 在这个角度 那怎样带行业搞得更加前呢 这个也是创业家精神 所以你发觉近年 就是这一年 除了教Digital Social Media之后 其实我开了三个版块 这三个版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是三个很重要的Digital Trend 第一就是Big Data Marketing 如何用大数据去更加understand你的顾客 既然去创造价值给他 或者甚至乎 好像你这样说 如何acquire这些客户 它是一个有机体 以前的O2O可能都说 喂 融合一下吧 但现在是要融合到 将customer experience 放进去 简单来说 是线上工具 线下工具 和消费者 一起在这个系统里面 创造价值 所以说的角度就是 我不喜欢讲 online marketing 为什么呢 你想想 你一日上多久 在上网呢 如果隔着手机也挺多的 多少 两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但是还有二十个小时 你是不上网的 可能有些时间睡觉了 但是问题 如果我只是用上网渠道去接触你的话 我对于consumer的接触点 就不够全面了 是的 所以当我在解释 Calvin你的上网行为 我要知道你上网是怎样 所以可能你打开手机 看到一次的信息 然后你在billboard 看到第二次 接着你可能是在facebook 看到第三次 我看到你整个consumer decision journey 这个第二个trend很重要 第三个trend 就是什么呢 就是content marketing 这个你是专家 怎样可以做到更加好的内容营销 由以前一看就知道是广告 到陷入了下去 要帮到它 融化了 既然现在流行原生广告 即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天你已经将它 变成一个系统 你看完也不太觉得是广告 这三个trend 就是我相信我在今年 或者在未来的那一年 我很希望能够做多些事情 可能透过一些YouTube channel 例如我之前访问你的YouTube channel 甚至乎可能是写书 去带给更加多的观众 和创业的人 或者做生意的人 令他们更加进步 明白 好,我们说回GG marketing 另一样东西我们提过 就叫做Zero advertising cost 如果我们计算到Yield 其实根本就是不需要 本来去做的 或者可不可以讲一讲 这件事在Digital marketing 的世界里面 其实所谓Zero advertising cost 其实在我的理解 我的角度去看 你知道学术这些东西 有时都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在说的是 不给钱去买平台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真的不用钱做的 你人工等等 其实他在说的 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做得好的时候 你如何提供现有的资源 例如 可能在说的就是 你可以cooperation 对吧 好像时昌迷你仓 和Jacqueline 去cost over 这个就很漂亮了 你由他的customer base 是带过来 这个第一点 或者可能很多co marketing 例如可能 一起够训练 去做一些的event 这个也是一个概念 当然 应该的角度就是 你的影片可能很窝 用手机拍完 然后摆上去 但是你更有 customer的relevancy 然后他就怎么说 自然而帮他转开去 又用你的例子 最近可能你那个 买小点住大点 那些人觉得很有ensit 很有共鸣感 那他就怎么说 传开去 所以你问我 如果用Digital的角度是什么 其实原点都是 明白的 consumer 有些人问 但很多东西在Digital的世代 可能它的replication cost 是零的 譬如你做个卡片 做个海报 你都要钱的 但是你传个电邮 你传一个 100个 100万个 都是这样的价钱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 actual cost 可能就小一点 但不过你要懂做 那个角度就是 有些人乱地放spam出去 可能反过来 因为他乱地用平台 令到客户开始 unlike他 dislike他 那会不会是 Apps的distribution channel 才真的叫做 Zero advertising cost 如果你的Apps是free 或者你的Apps是bundle 到新的手机里面的话 比如经过苹果 经过Samsung的话 根本你不用钱 已经是那些大的carrier 已经放在里面了 那如果算不算是 Zero advertising cost 可能其中一个角度 但是你要想起 都是创造价值给别人 你下载了Apps 你怎样可以留在手机里很久 然后你经常用它 有些人可能误解 就是当它做一个Apps的时候 下载了就算了 但我觉得更加重要 是你要计划 怎样去下载 就是recruitment 既然不断地联系 就留在这里 既然去viral 可能现在有很多 形形色色的Apps 可能生态也未必是很好的 现在所有的创业 基本上 所谓发达的那些 都倾向在做Digital 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overhead 的成本 都是比较低 然后一跑出的时候 有概念 IPO Android Fund 是的 但是出事 你问我整个社会 如果只是放在没有虚的角度 全部都是做Apps 那你的本质是什么呢 你有Apps在卖东西 但也没有人去做衣服 出来给它卖 是的 每个人都想着整个平台 整天在价值链里面 就extract最虚的一层 那接着呢 报纸都可能有点责任 就是因为说到那些成功的案例 全部都是这些的 那如果整个社会 大家都是想着 做一个业出来 然后做一个Apps 然后一两年 就找几转分定 然后就放下它 不理它了 没有人保持 整个香港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想想 几年之后的效果会是怎样 没错 所以我也是觉得做实业 的角度 一个mixture 用实业拉着Digital Marketing 好过你们一跳一跳 去做 去做Platform 还有 始终有很多IT的东西 除非你做得好 有人收购你 很多时候都听过公司说 喂 你嫌人家的价钱低的话 别人就拿个资源去打你 Imitator 好像以前有一个叫Topbox Topbox 最后都被WeChat打了一样 Topbox是Local 是的 那这些东西也是一个风险 其实我想如果你说 这个世代 一个实体 原来再用Digital Marketing 去做 一个根据的 实质虚之 虚之 虚之 其实当你太过虚的时候 想一下如何落地 O2O的角度 反过来 可能是一个很实在的实业 一个很传统的行业 你如何去引入一些Digital Platform 去令到大到你 能够远离你的店铺 都能够较到你的客户 去创造经验 明白 那最后你有什么 给我们未来的创业者 或者正在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他们是中小企 有什么提示 如果他们是中小企 创业的意思是 你有了一个机体 有机体在那里 你有了一个生意 然后你每天想 如何做多些东西 去迎接将来 是 如何做多些东西 去为你的顾客 为你的世界创造价值呢 因为我相信一点很重要的 OK 没有没落过行业 只有没落过公司 没错 你做得不好 你捕捉不了你顾客的需要 其实很老实说 顾客需要来来去都是 医食住行 是 玩啊 多些 你只要摸着这个轨迹 然后逐步逐步去做 相信你的生意 一定会越做越好 好 谢谢Jeffrey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